议员也来到现场 两个市议员的关心 还有我们李建昌 议员的林金淡主任 好我们莫姓 谢谢林主任 还有吴市政 吴议员办公室主任 谢主任 谢谢您 谢主任 陈奕中议员的办公室 王健生先生 谢谢 也谢谢各位议员朋友的关心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想要先请 因为今天很难得 包含了区长 还有好几位的来宾都来了 那是不是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召集人 看看邀请一些 我们的区长 还是大家来帮我们先说几句话 蔡师兄 还有 李大律师 我们 波里长 还有谢理长 各位文大胡 秀胡的这个聚女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 慈继 这个案子到今天为止 我看了一下资料 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从陈水扁市长的时代 一直走到194长时代 到今天 到今天 黄金市长的时代 走了这么多年 那么 一直以来 里长也好 地方我们很多的环保团体 我们很多议员 还有很多的居民朋友 都有给持继 非常多的意见 希望在这块地 开发的同时 都能够兼顾到非常多的环保 跟生态 跟这个防洪自灾 这个防灾的问题 那么希望能够给予一些 这个正面的回应 那么 实际这几年来 我到内部去 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 四年多了 那么我看到自己也都有在 回应都有在改变 那么最近一次开出事企划委员 会是在两年前 那两年前 我想开会结束的时候 都市集合委员会 很多专家学者 很多委员 都有要求 持续要跟地方上多做沟通 把持继规划的这个理念 跟将来 在这块地如何的利用 能够跟居民相互的沟通 减轻居民很多的疑虑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边 不要说以持继这一块基地 将来运用上 使用上为荣 但是总是要非常的清楚 在我们家附近 有一个基地的开发 尤其很多居民朋友说 是山坡地也好 说是这个水系 经过的地方也好 总是在心理上 能够都很清楚 那谢谢我们交通部前部长 能这个蔡师兄啊 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分析啊 但是大家如果还是有一律啊 也是可以来跟我们 这个蔡师兄来请议啊 我们相信 直接有很多专家的团队啊 可以再跟各位啊来做说明 甚至采纳各位的意见啊 一起来做啊这个修整啊 我想这个是今天开说明 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另外我啊 也是让我也住在大湖里啊 也是将近十四年十五年的时间啊 我原来住在啊 湖光市场那附近啊 后来八十七年的时候搬到这里了 那我搬来这里没多久 我到大同当区长 后来到系列到现在到内部了 当我待大同当区长的那几年啊 我们内部也发生了很多的灾害啊 那厘风灾也好 或其他的大型的灾害 各位都也都深受其害啊 这个地方啊 曾经淹水淹到一层楼 将近快两层楼高 那么还好我们家只有后院淹进去了啊 就是淹一部分 那后来经过啊 各位看到我们 这个县里长啊 他在他跟他父亲那一个时代 当里长啊已经争取了很多的建设啊 但很多议员都很强力的来协助他们来推动啊 在跟市长争取 大吴公园现在还在改造啊 那最早改造的是配合捷运啊 他整个那个水系啊 跟原生子不同道当然也有关系啊 整个有一个寒管 在当大吴公园啊 这个水啊含量这个超标的时候 有一个寒管直接啊 可以排水排到基隆河 中间没有经过其他的分支啊 那我想这个也是里长啊 跟许多议员去争取来的啊 那么希望将来在大吴公园这个智宏量的部分 能够相对的提高啊 第二个啊 我真的要谢谢我们啊 因为我也住在大吴里长 我里长当了啊 这个十几年里长 二十几年 我认识他十几年 那当了二十几年里长啊 其实在那里公灾之后才真正看到里长啊 跟地方政府跟议员之间的协调 沟通跟破例啊 他希望将来啊 在这个大吴山庄街沿线没有灾害 那所以呢要求啊 这个市政府啊 一定要有一个很大很大容量的智宏池 所以市政府后来源 在欧副市长 欧静德 副市长那个时候的 这个协助之下 征收了后面很多室友地 造成现在像公园一般的智宏池 那个智宏池做好之后啊 你看我们大吴山庄街 就再也没有这个水灾的疑虑 我想这个是要很谢谢郭里长 那那些牧员的迁移啊 当然这都是附带 后来里长也要求说 整个大沟溪的水系 明湖喷溪的水系 各位刚刚有看到图片了 事实上还是有一点疑虑啊 所以里长后来又争取 在福利公庙旁边 停车场那个地方啊 能够做一个这个智宏池 那因为现在地图有一些意见啊 所以是不是缩小它的量体啊 那符合啊 整个水粒的水系的这个条件啊 这个在不影响这个智宏量啊 的这个条件下 能够缩小一些智宏池的量体啊 能够不要做得那么大啊 但是也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 这个里长正在努力啊 规划团队大概在今年年底 会规划出来 我想这个都是地方上很多 我们里长跟民意代表 那地方正很努力的 那我们希望这个案子啊 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这案子有一些水系下来 那智宏量到底够不够 我想很多专家将来在都市区域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啊 会给我们很多的意见啊 会给刺激很多的意见 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从善如流啊 做一些修正 总是这个地方的开发啊 在未来将来啊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内部的亮点啊 除了志工服务的这些人啊 刚看到很多老菩萨 我们相信现场有很多志工的好朋友 我希望他们将来在那边服务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毕竟啊 他也是啊 这个国理长跟协理长的里民啊 也是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我们希望他们在从事志愿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啊 来给他们来啊 做做这个这个啊 置业啊 那我也希望啊 在这个将来 我们地区啊 多一个啊 我们讲心灵道场也好 或者讲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森林游戏区啊 也好 比我们下一代啊 也能够在这里享受这样的一个环境 总比现在是水泥地要好 那我想今天啊 说明会啊 啊 来听大家的意见 啊 希望各位能够有没有也可以与 实际一些啊 这个意见 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啊 将来如果真的 啊 市政府都会同意开发的时候 各位也能够实际上去监督啊 那么毕竟区长政绩是有限的啊 那我们希望一起啊 来监督这个案子 能够符合 原来都委会通过的样子 也比较能够符合我们全体大股跟 啊 秀博里面的这个权益啊 跟这个期待啊 在这里再一次的 谢谢各位 也希望各位能够 踊跃来给他们一些指导 啊 知道啊 谢谢大家 大家 帮助 啊 谢谢大家